是谁在敲打我窗 现在是2020年2月13号下午3点55分 99998开个录屏好不好 我要记录下这10万的时刻 哇有点紧张说实话 走 这个才是这期视频的重头戏 当然在正片开始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一起看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在我10万粉丝那天 群里的一些粉丝给我制作的一个纪念短片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提前看 想着这个重要东西到了之后再一起看 才比较有纪念价值 不是吗 着急开始录眼镜都忘记戴了 先把东西放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好尴尬啊 好尴尬啊 没眼看 哎呀 那个极乐净土真的黑历史好不好 不是 我不想再看到这个极乐净土 不是我突然间发现我的这种极乐净土 这个视频生涯怎么跟这个跳舞就 啊 脱不了关系呢 哎呀 哎呀 我相信百尖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希望可以在UP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加油 我会一直陪伴你的 阿刘十万粉快 2020年高考金榜提名 然后直接摆大 无缝连接好吧 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Buffles 大家好 不是我 不是 今天这期视频 不是我的视频 今天这期视频 我要来读一句话 亲爱的阿刘 恭喜你 今天终于突破了十万粉大关 回想起我们俩第一次认识 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多了 这三年底我们也一块成长 一起录过视频 我们一起笑过 一起努力过 今天你终于破了十万粉 身为你的自由 真的让我感觉到很欣慰 期待着我们一块登上百大的运功 记住我一句话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阿刘 妈妈爱你 我是蓝妈妈 不是 看一下 我从来不知道 他们录的视频 给我滥交跟韩风 不行 我现在要跟他们发一下微信 不是 兄弟 有点感动 我现在才看到 十万粉丝 那个视频 你给我录了那么一小段 直接感动 内幕好不好 在继续看下去之前 先把这个内幕 给我打在屏幕上面 然后下面的这些 我就自己稍微看一下好了 我就不播出来了 因为感觉这些小作文是吧 播出来也挺尴尬的 视频的后半部分 全部都是粉丝给我写的一些信 还有明信片之类的 直接眼泪掉下来 但是是心里面掉 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在粉丝那里收到这样的礼物 朋友们 再发一次类目 不过分吧 直接进入视频的重头戏好不好 这个东西 明明我好三年 三年只好有三年 跳细了 包装的很不错 里面还有一层 这个包裹 说实话也有点惊喜 因为我刚刚开手机的时候 顺风上面显示的是已签收 但是风潮并没有取件通知 后来我才发现 它已经放在家门口了 现在快递可以进门了 就说明 马上要开学了呀 慢慢 慢慢 整出来 可以撕开 来了来了 太有排面了 但是为什么它这上面有氧化 这个打开的这一刻 哎哟 哎哟 来了 来了 首先先看信好不好 先看信 我们先不要看到这个奖牌 先直接把这个信拿出来 不要看到这个奖牌 这上面有我名字 有我的这个大名打在上面 当时一万粉丝的时候 你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 但上面是一万粉丝 然后它是一个电子版 那个就差点意思 我们认为 能找到一件热爱的事情 并未知付出 唯一是人生路上 弥足珍贵的体验 希望你能保有这份热情 在哔哩哔哩的世界里 继续创造无限可能 哔哩哔哩董事长前CEO 已婚 已婚 他是 亲笔签上去的 非常有 够意思 真的够意思 太精致了呀 开心的呀 我先把它放到肩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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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在打开之前 把这个不目名利 给我刷在弹幕上面 别等我掉出来就很尴尬呀 3 2 1 走 为什么还有一层 慢慢地揭开 诶 来咯 哦 来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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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排面了吧 这个 这个说实话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得多 我以为他是小小的一个 我以为他是小小的一个 但其实他还挺大的 哇 太有排面了 阿刘 MASTER 6 他没有答错吧 OK没有答错 祝贺您获得十万粉丝 哇 这个上面都能反光啊 反光出我的人脸 可能这是整个UP生涯里面我拿到的最高的荣誉 那天我说假如哪一天我能站在百大的舞台上 我就肯定肯定拿着奖杯说刘师傅实至名归还是什么 但是我还说了一步步来对不对 我们先拿个银奖牌那拿到银奖牌我们也可以 刘师傅实至名亏 所以喊出我一直想喊的那句话 虽然有点沙雕 等会找个地方摆一下 我们先把它放回到盒子里面 等会就一个不小心弄坏了 就难受了呀 其实很多话想跟各位说吧 一步步走到今天 其实也不是今天 这个奖牌我申请了很久了 也是一路坎坷 但现在说让我发表什么自己的看法 或者什么成功经验 没有真的没有 我对比很多其他的UP 拿到这个10万粉丝奖牌 已经这个速度已经慢很多了 所以我可能是比较优秀的那一个 但是不可能是最成功的那一个 那天录者平看着自己的粉丝 从99999到1万的那一刻 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喜悦 就是会哇跳起来的那种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得到一些超过自己 付出的一些回报的话 你才会有那种非常惊喜的感觉 而我那个时候想的多的是 这一刻终于来了 我等了这么久 也不是说我追名逐利 或者只是求一个奖牌 这个之前我说了 最多只是对我努力的一种证明 然后以后做视频的一个动力 不会说拿到的这个奖牌 就直接飘起来 耍耍大牌 我不想做那样的人 各位给我发的私信 我每一条都会看 给我发的评论弹幕 我每一条都会看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回你是因为真的回不过来了 我不希望我的粉丝 或者其他的UP 看到我拿到了这个十万粉的奖牌 就觉得哇哇哇大佬大佬 这个惹不起惹不起 没有没有 我不要做那样子的人 我就只想做一个简简单单的 平易近人的 然后不搞恶趣味的清流UP 反正就像刚刚韩峰说的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我希望我以后一直一直 以刚刚的那个形式作风走下去 本来这期视频还安排了挺多内容的 但是我发现内容好像有点多 就免了其他的了吧 在视频的最后 还得感谢屏幕前的你们 还有那个他 说实话有的时候被播放量被利益 或者各种数据冲昏头脑的时候 总是他在提醒我在最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怎样的 让我一直保持在轨道 产出一些至少能让我们看得下去的视频 虽然各位可能察觉不出来 但是他真的有从一些很重要的方面 影响我的视频产出 包括内容风格到最后的主体思想 不搞煽情催泪好吧 这是一个非常欢快的视频 那么今天相对于又水了一期 这也算是我2020的第一个小目标达成了 那么大家也看到如果你有梦想 那就赶紧去追逐是吧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半途而废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祝各位中考的高考的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然后2020策马奔腾